战事一步 只有断断一分钟 却仅有20%的人才能看懂的动画短片 这天 一位年迈的奶奶 从自动收获寄中买下了最后一包饼干 登替铁士 她撕开放在一旁的饼干 高兴地吃了起来 可当她想吃第二块时 却惊讶地发现 隔壁一个小伙 竟然伸手拿她的饼干 她气坏了 直接把饼干放在了自己的腿上 可没想到 这被看起来就一副坏孩子模玩的小伙 竟然得寸进尺 又把饼干抢过来 继续悠哉地吃了起来 老奶奶这次忍无可忍了 她站在椅子上 对着这个坏小孩一顿虫骂 可坏小孩就一点也不在乎 甚至还从老奶奶手上 夺走了最后一块饼干 并利所应当地摆下了一半 分给老奶奶 老奶奶觉得这小孩已经无药可救了 她捏出男孩递过来的饼干 气冲冲地上了车 上车时 男孩还透过窗户 跟她做了个挥手告别的手势 可在老奶奶看来 这是坏小孩的挑衅呢 这时 连车掌握了找老奶奶检票 当老奶奶打开自己的钱包 看到一盒未拆风的饼干时 她真情了 她赶紧打开窗 看了看椅子上的坏小孩 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饼干 仿佛见人明白了什么